男人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抓住眼前的方尖杯 下一秒 男人瞬间实话 这个方尖杯是九头蛇 在二战时期发现的神秘物质 怀特博士一直想解开方尖杯的奥秘 甚至抓了数百名 向男人这种无辜的人类进行实验 然而凡事触摸过方尖杯的人 无一例外全部实话 死了数百人后 别说成果了 连规律都没发现 这让丧心病狂的怀特博士 更加的癫狂 不论种族 不论性别 直到这个女人的出现 女人看到了地上的断纸 仿佛想到了什么 转身就要跑 但是却被身边的男人抓住 按向了方尖杯 请不要 不要这样走 但是女人并没有和之前 那些人一样实话 反而方尖杯有了反 这一变化 让怀特博士吃心嘴 为了解开命 博士直接将女子关了起来 决定不惜一切 也要找出女人身上的命 但是实验还没开始 客工卡特就带着咆哮突击队 冲进了实验基地 灭了基地的武装力量 博士也被卡特拿枪顶着 之后 基地所有的物品 全部被打包带走 帽子哥很好奇 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却被卡特制止 坊间杯也被装走 标上了084级别的超危险物品 怀特博士也被卡特 关进了监狱 被判终身监禁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牢房都装修了无数次 就这样过了40多年 怀特博士早已变成了 白发苍苍的老者 直到这天 两名神盾局特工 摆接他出狱 原因是卡特已经去世 博士的指控被撤销 但真相是 看来是九头蛇在背后运作的 随后 特工将博士 带到了一堆村民面前 在这群人中 博士一眼就看到了 当年的那个女子 但是44年过去了 岁月并没有在女子 脸上留下丝毫痕迹 反观博士 已经白发苍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还能够 我还能够 感谢观看